剛剛說到,有位兄弟說想約那個雷雷去看電影 不知道怎麼開口 很簡單,你問一下雷雷,最近有沒有哪套電影想看? 然後他就說,如果想看什麼電影,他就說這套電影挺好看 那你就馬上說,好啊,我們去看,你要有命靈識,那不如我們去看吧 不如我們明天就去看吧,當然他通常都會回答好 千萬不要停停停停停停,那你要什麼時候有空啊,當然你不要常說什麼沒所謂 不要給他命令,明天去看吧,你就是這樣說,威服他脅迫 這是那些,那些,涉戰的技巧,你這樣給別人太多選擇 顧客人,像經濟學一樣,銷售心理學,人們不知道太多東西,心多意亂就有機會了 不要緊,再來,心多意亂都不知道要選哪一人,選一選不了了之吧,心大心小,直接說A和B 這天你選,選完就說A時段,早上9點還是晚上9點,立即說,這樣就去 不用給人家太多選擇了,不要瘋瘋瘋瘋瘋 沒所謂的,你喜歡就你,不可以的,不可以這樣 有優秀,爽快,有魄力,就看就啪,去看,不用想太多 他說幾點,立即訂票,立即上網買亂,發了相片給WhatsApp,容易賣,非容易賣 他就不可以離開了,他就不好意思離開了 看完戲,不如吃完飯吧,他說好啊,不如我們吃完飯吧,看完戲直接說 不用事先說,不需要問他要不要一起吃飯,不需要 因為你已經定了,劇本已經輸入了你的劇本裡,一定要執行 好像那些軍事官,達叔給了一個命令 袁瑞已經叫你,一定是看完戲,就要吃飯 理所當然的事,看完戲就肚餓了,也要吃飯的,是吧 理所當然的,看完戲就肚餓了,不如去吃飯吧 我知道有一間好東西要怎樣怎樣怎樣的 直接說下去,我們現在去下去,就這樣 然後就一邊走,當然他就跟著你 不需要說太多花費唇舌了 吃完飯才看都可以 吃了看戲之前,吃飽一點,很專心一點 都可以的,但我建議你看完再吃 才可以聊聊劇情,傻豬 剛剛那個不比特,很英俊,Kiri K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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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說不比特,說一頓飯就不會怕 那些女兒,你們經常說什麼 擔心那些女兒說你悶,還是什麼 看完長戲,很多東西就說吧 只說不比特,哪個鏡頭好美的 那個長頭髮,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女兒最喜歡說不比特 只要說,嘩,不需要討論劇情 那些女兒沒興趣知道 你不需要跟她說,我覺得那個是世界觀 怎樣怎樣怎樣,不用說這些 不比特拿散彈槍,好帥 我還沒看這部電影,說真的 我這天是全部撞 但我說不比特,那個長髮飄逸,你漂亮得 嘩,你這樣說 啊,你好好丁 不比特你說這些,他就沒什麼所謂 他就在那裡笑,什麼叫好好丁 嘩,你自己查一下就知道 你這樣說,現在他就會笑 信不信 嘩 嘩 嘩 我和女兒有什麼話題? 我不想說不 WHY 我不需要 Kerry 只要在那裡看將那些女生 那些女女都不需要做多個 ладно 好,我站在這裡不需要做這麼磨的東西,我托著塞子,白冷抑鬱,喝檸檬茶看一看 哼,那些女人已經OK,暈倒了 然後我反過來,那些女人就說不如我們留久一點,她說什麼什麼 她說這裡有什麼好吃的,然後我有時候就說我不吃甜的 我壓低那些,不好意思,我不太吃甜的 那些女人約我去什麼,不如我們去咖啡室,喝什麼Cappuccino,不知道什麼 然後我就跟她說,不好意思,我只是喝茶,不如我們去茶樓喝茶,喝一口茶,吃個包,好嗎 然後她就被迫著她,一樣的,到是我反其道而行 這個不是人人用得,所以我沒有教你這些招數,嘩 痴媽筋又是這樣 我最記得有一次我跟女人看科學館,有一個不知什麼天文 有一次我約女人看電影,不是看電影,不如去科學館看什麼 什麼天文台?還是什麼? 是不是科學館?還是什麼? 總之上面呢,太空館,抱歉 不是天文台,痴媽筋 太空館不是有一個360度天幕戲院的嗎? 你有看過我嗎?約那些女人去看那裡 又聰明多一招,追女必殺技 經常看那些電影都看得悶 不如看那些天幕電影過人吧,那個太空館 走開尖沙咀的兄弟 晚上看完之後走尖沙咀,海旁一流 那你去看太空館,看電影 我很記得那次不知是廣語,深海不知什麼 那次在舊屎上班,我在舊公司累得抽筋 你知道嗎?那舊公司幾個狼啊,上班時間 我現在約那女人去看,走了一陣子 然後已經累得抽筋整個程 那些人很想睡覺 但約那女人沒意思,又要裝得龍精苦慢 然後終於可以進去看天幕電影 一坐到去,超舒服 冷氣啊,聖啊那些什麼 我看了一陣子,主角有隻大鯊魚 不知是魔鬼魚還是什麼 我都不記得了,我看了一陣子 連主角的名字,他有個名字 不知是湯母還是湯米 但我不太記得了,已經不太記得了 我看了五秒鐘,我就立刻睡著 我一會兒,我一會兒,在我一會兒 我一會兒,我一會兒,我一會兒,我一會兒 因為我很怕她看見我睡覺,我覺得她不尊重她 我便很拼命地在我左眼,像在我左眼 拿著卡通片的不離套 拿著手去擺大自己的眼睛 死都不要讓自己睡著 頂到很辛苦 但都睡著了,我很記得 之後我還在裝了,原場之後還在裝了很好看 對呀,很好看,很久都沒看過,很可愛 他就在那裡說,我不知道他應該沒有睡,我看著他 我臨睡之前看到他,眼中很精神 但叔叔就睡了,他就討論劇情 他在那裡說,最喜歡哪個步伐 我說我結尾,結局,多震撼 他就這樣說,他就說你呢 他就說笑劇情,我說隨便附和 後來說那些似董飛桶的事情 得到很多知識之餘,他就很開心 但其實我沒有看過,假裝看 嘩! 紅牌! 好啊!